各位栽包,各位韭菜,各位难民,大家好啊 今天我持续讲一下 深圳日本人学校儿童被害事件 根据进一步的消息 得知这个儿童 他很有可能是中日婚学 他的父母有一个是中国人,有一个是日本人 但是他在18岁之前可以同时拥有 中国国籍和日本国籍 18岁以后他可以选择 凶手是44岁 一个无业游民 并且曾经也有过案底 属于刚刚就监狱放出来的那种人 深受共匪这种反日仇恨宣传 日本人学校门口 有很多深圳的市民就带着鲜花 然后到这边就是纪念这个熬童 我本人呢也是深深的像这个熬童啊 就是我也想说希望你安息吧 下辈子就不要再到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了 这国家不是人呆的地方 不要呆了 不要呆了 我都离开了 我也不想回去了 中国已经是个精神病院了 那个土壤已经被污染了 那里的人心已经坏了 太恐怖了 那简直就是恐怖主义啊 那就是恐怖分子啊 这个行凶的过程中 更多的细节被披露出来 凶手持刀禁止冲向了儿童 捅向了儿童 儿童的肠子都流出来了 结果在一旁的母亲呢 就无比的悲伤哭喊 所以我觉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匪啊 你应该判这个凶手事情呢 这种王八蛋 你让他活着干什么呢 关在监狱里面也是浪费 浪费钱了 活着浪费空气 死了浪费土地啊 你让这种畜生还活着干什么 你说 从这一事件之后 很快这个事情就慢慢慢慢变成了 从一个刑事案件 变成了一个外交事件 日本首相 日本外务省 公开发表声明 同时日本驻华使馆将办其致哀 日本政府呢 发文 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尽最大努力 保卫在中国的日本华侨 日本侨民的安全 哎呀我在想啊 一个日本人 在外国被害了 人家首相发文 关心自己的这个国民 自己国家的人 这个生命安全 一个中国人 到了海外了 海外华人华侨什么的 有多少被绑架了 多少被杀了 习近平发过文吗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你的外交部 发表过声明吗 维护过海外中国人的利益的吗 你还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中国的政府 是人民的选择 你好好想一想 这就叫文明国家跟野蛮国家的区别 文明国家把每一个国民当成人来看 有人权 有选票 独裁国家就把你当韭菜 随便割 你死就死了 知道吧 你跟人家的差距太大了 你看这下面有的人留言 触目惊心 让我是无比震惊 你中国你这帮人你受的是什么仇恨教育啊 怎么可能教育出你你这样的人啊 我也是在中国接受九年日欧教育 我也没有天天仇恨日本啊 我外公参加过抗日战争 我也没有恨日本啊 那战争已经过去七八十年了 你还恨的干什么 你恨日本你工资就高了 一个月多给你两三千块钱 小孩就考上好大学了 自己就能看得起病了 老婆就不出轨了 就有女朋友有老婆了 吃的食物就干净了 那就能于怎么讲 见贤施其焉什么意思 就是见到好的要好好向人家学习 人家日本这已经是发达的 自由民主文明的国家了 到哪里都很干净 那中国呢 人家人家食品也卫生 教育医疗基本也解决了 关键日本的护照 走遍世界基本都免签 到美国免签 你的护照 中国的护照 去非洲吧 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 没一个给你免签的 防你跟防贼一样 你看让我触目惊心 他讲了什么 你看这人说什么 说死都好我支持中国国内掀起排日浪潮 无差别殴打攻击日本人 每年918就要杀一些日本人拿来几天 哎呦我天啊 这是什么变态恐怖主义言论呢 竟然还可以在中国的媒体发出来 你再看下一个 现在就是一个 日本无辜的 现在就是一个平民无辜的日本老人 或者日本婴儿在我面前 我也下得去手 我的天哪你这么是 你真是恐怖主义恐怖分子啊 下面这人讲什么 我也是 因而就地掐死 哎呦我天哪 他说下面写什么 恶魔的后代也是恶魔 没啥下不去手的 你看再来一个对 我的天哪怎么太吓人了 说什么最后来也就是什么 给他们搞了半死不活 人路上 家破人亡亲离子善最好 哎呦我天哪 这人讲什么 咱们警察也应该杀几个来划旅游的日本人 我天 看这人讲什么 918那一天 杀几个日本人几天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这人讲啊 文明不代表没有武力 没有暴力 也不代表熊猫永远温和 熊猫就是说中国 记住了 奥战时期日本军国主义是日本全体公民都认可的 我觉得这很好 而且日本731也没少拿小孩做实验 全世界看到又怎么样呢 弱弱强识的国际社会 美国还可以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发动战争 寇可网我义可网 中国强大了 没什么问题的 国际社会也没有哪个国家敢说些什么的 我说那真的是 你当流氓你还有你的 下一个人讲的话 日本政府也要负责任 也不能全怪中国 你都是神经病了你啊 中国怎么这么多神经病呢 恐怖恐怖啊 精神病院 啊 你这帮人真的是他妈的 要招报应的 你这个真的是要招报应的 你都不用下地狱了 你天天就活在地狱里面 因为你的心中充满了仇恨 知道吗 充满了这个 你被共产党给洗脑了 仇恨教育了 一代一代了 一代一代人 就像你这么过了 我也不想跟你说什么呢 悲伤 无尽的悲伤 啊 你能不能跟人家比比好的 人家这 城市建设 人均寿命 这个 环境保护 凹童保护 社会文明程度 自由民主法治 人权 啊 我真的 你哪个超过人家了 你这老百姓过得成啥样的 十亿人收入低于两千块人民币 六亿人收入低于一千块人民币 你都成啥你这国家了 彻底变态了 而且把中国是什么呢 叫做啥意思啊 底层仇恨日本 就是早上恨韩国 中午恨日本 晚上恨美国 等到睡觉之前恨一下台湾 这一天从头到尾 就是在恨 人家有钱了 就月薪三千 天天想着恨来恨去 月薪三万了 那已经想着怎么出国游玩了 怎么去日本旅游了 韩国玩了 美国玩了 月薪三十万了 一年挣个三百万人民币了 想着怎么移民了 怎么走了 最后 中国剩下的是什么 剩下的是有钱的走了 有知识有文化的走了 不想过这种畜生日子 地狱般生活的人走了 最后 就剩下那些 无知的韭菜了 天天被共产党洗脑了 所以说我呼吁啊 我也看网上讲 说要那个跟中国断交 要断交 日本政府应该 应该召回啊 所有在中国的日本侨民 应该的 就这国家不能在那待了 好吧 我今天我就想这么多了 你看还有一个我想起来 就这国家你还想着要统一台湾 我真的 你 你不搞笑吗 所以我一想这事情 我就 还说要超越美国 我 我天哪 你潜似异想天开 你这韭菜的生活 哎呀 可怜了 拜拜